这盘棋讲解是2023年的相加联赛 这是淘汰赛第二轮 本局讲解上海队为何输给河南队 这盘棋确实是无解 开局是骑马 对人竞足 蒋荣斌选择下中炮 那么何文哲是上马 红方上马之后 黑方平封马战型 红方把局亮出来 黑方出局 红方的平炮 黑方抢先出局 对红方进行一个封锁 那红方自然是不合局 黑方腰队 这儿红方呢不肯 那么他过来要吃马 黑方退窝心马 红方走冰三进一 黑方选择是加中炮 他始终有一个打将 把你杀回头的起 所以红方需要补视 那黑方选择退炮打局 从开局到现在呀 一切看似都那么合理 这儿的话你现在怎么走呢 正常往里压 人家一拆炮啊 吊着你不舒服呀 所以红方只好就退一步 黑方仍然是吊着他 红方这个时候炮打出去 希望对方采吊啊 再打一将 将来可以吃炮 这边还可以吃马 但是呢 这个期黑方走得局八进三 那么这儿的话 咄咄逼人 你又不能吃 吃到这边丢子呀 然后呢 红方决定上吧 跟他拼了 黑方就飞向 当你准备拼的时候 你发现 诶 这边有个炮 过不去 你横着走的话 这个系底下闷弓 所以红方动弹不得 他实在是不得已 打掉 想把对方震住 那这方也就采掉 那你再震 人家砍掉了 那么走到这儿以后呀 现在要么就鞠吃炮 要么就马踩鞠 这个结果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你吃炮 人家采掉 你吃一个 他又把你采掉了 还是要丢个子 他实战啊 就选择一个采掉 那么向掉之后啊 到这儿的话采炮 结果还是一样啊 你要是直接冲吧 他现在有一个将来啊 把你按住的起 那你拘不出的话 这马上来就危险了 所以他决定掌拘 这样的话 对方把向都回 红方赶紧就飞向 黑方呢 准备把马调整回去 红方赶紧冲兵去队 黑方平炮 把锯线换掉 换了之后呢 这边踩着炮 退回之后一冲 向掉 然后踩向 他先把向保住啊 并不急于去打 对方的这个边兵 那么对方踩 这边可以进足屋 所以红方先冲边兵 再踩 黑方这个鞋啊 就强行跟他换 换了之后 多吃了一个中兵 在黑方看来啊 你这个单马 摄像拳是合不到的 红方唯一合起 希望就是两个兵连起来 但是目前来看 两个兵都没有过合 要想连起来探合容易 所以的话 看着好像这个鞋差不多 但其实呢 这个鞋啊 红方这个马 他关键不是炮呀 所以在这儿 这个鞋就出了问题 你现在想合起啊 但是他不好合 这兵暂时还过不去 啊 黑方还卧槽 孔方得顶呀 那黑方先顶住 孔方勉强过一兵 啊 黑方就飞向 当你过去之后 他现在又新的计划 就是马炮联合 把你的兵打死 这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的 一打 那你一下啊 继续打 就算你上边嘛 他这个马肉边线 被这马腿仍然打 啊 这肯定是没有办法的 到这儿的话 我们看啊 最终还是这个意思 那变马腿 你还是跑不了 对方索性下了 下去再也打 到底线了 最终他又样样式挂起来 继续打 到这儿你虽然说看住 同样道理啊 还是变马腿 所以你看着这个棋子差不多 其实呢 就是合不到 从开局到现在 也没看出什么毛病啊 只能说开局应该把局换掉 但是那样可能平稳了 所以呢 没有对局之后呀 被人家围住了 那局一受困呀 为了揪这个局呀 最后不得已棋子 棋丸子认为多兵可以抗衡 但没想到 瞬间把兵吃光了啊 到这儿的话剩一个啊 他想对 人家不对啊 所以这个棋 确实是套路很深啊 只要你不对局 这棋就无解 从头杀到尾 还不掉手呀 所以贾文明这个棋 出的确实憋屈 那么 这棋也是时间问题 上海队对上 河南队啊 这盘棋如果说是啊 还能下的话 那还不一定 路随手啊 但是这盘棋 中了套路也没办法 那么赵伟第一盘棋赢了 先进是 合棋啊 超时了 然后 孙领真是中了飞刀 啊 所以 斜进可能 那盘棋 超时超有点大的 当然 孙领真 那个飞刀 中的也是 开局啊 就走缓一步 就被这个汪洋 抓住机会啊 跟倒了 所以 这 今天河南队发挥啊 确实神勇啊 第一盘 刘子健输了 后面三盘呀 不管是超时也好 还是这个 呃 飞刀局啊 或者是这盘棋啊 又来个套路棋 总之是逆袭成功了 啊 所以赵伟也是感慨啊 他这 成了上海队大腿之后呀 本来是想着是 可能不能击败对方 没想到第一盘赢了 之后面三盘全败了 那确实没办法啊 最终确实 河南队啊 他晋级了 看看这棋怎么赢吧 到这里应该说 响应期还是很难 那么赵尔洪方 他应该上老帅 可能稳一点 啊 因为你这个马 想吃马 暂时吃不到啊 然后的话 他随时可以上一下 逃跑 所以你马不动 他也不动 啊 你一动 他也动 但是关键时候 蒋王宾可能被杀懵了 啊 开局到现在 这个每一步都在苦手呀 结果 走了一步 漏招啊 他把象给落了 人家就把这个象给踩了 这踩完之后 啊 这棋就危险了 所以呢 顶了啊 93回合 都顶住了 结果到94回合呀 顶不住了 啊 可能下累了吧 最终的话 这棋一破象呀 就危险了 啊 当然这个棋 如果再走一走 说不定能够走够自然先招啊 那还是有机会 啊 所以这盘棋 也确实可惜了 啊 开局具备套路了 后面的话 这个棋被杀了 是丢回去一下 啊 慌不择路呀 夺船必见啊 最后是 实在是啊 已经是反应不过来 脑子疼迟钝了吧 被人家杀懵了啊 那这送了个象之后 后面是丢回去一下 彻底是跑不了 这次黑方吃象 红方他也吃象啊 给你拼了 这棋就换到最后也是竖起 啊 横着到这还走的比较细 他看住不让你吃 红方一看他 我也逃 黑方顺势给他一讲 这步棋就是啊 把你牵住 将他破释 那红方自然不肯就范啊 自然是落会的 但这个时候呢 你认为他没办法了 将军可以支持 好像也没棋啊 黑方走出一步巧手 红方直接忍输啊 就比什么呢 马六进五 这棋真够狠的啊 这儿你一吃的话 他过来把你套住了 所以这样的话 你一个单向肯定守不住 所以吃这个事很有必要 如果换掉马的话 一个单式下还真赢不到 随机盘棋啊 赢的确实不容易啊 守的也不容易 最终下了106步啊 拿下对方 然后呢是河南队啊 通过先输一盘 后面连赢三盘啊 逆袭啊 战胜了上海队 最终的话是惊奇的